南海仲裁至今 专业引进五周年 中非双方从剑拔弩张 转而搁置主权争议 反倒美国公秦便势主 继续拿南海问题和中国 正风相对 美国公秦布林肯对中国料狠话 要是解放军胆敢在南海 对菲律宾动物 将触发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尼克引来中国战狼 炮火全开反枪 南海仲裁案就是一场政治闹剧 美方作为闹剧的始作俑者 和幕后操守 企图以此抹黑打压中国 亚洲军事风云变色 解放军南部战区 还突发声明指控 美军班福特号驱逐舰 擅闯中国西沙领海 遭到警告驱离 但美方不甩 建设自由航行 中国阻止不了 应对中共武力扩张 区域争端冲突升温 各国滚动式变动战略 中国恐将更加自明出戈 三里新闻全部报道